Hello,有朋友在评论区里面让我出一期画云的视频 我这么够意思是吧,马上就收拾出门拍点素材 今天天还不错,但是结果 不好意思各位我怂了,马上就把手机放下没再拍照片了 赶紧回家开始画画 首先我们先要明确这个光源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有了光源之后我们才可以确定它的明暗交界线 进而把它立体的厚度给表现出来 那么云彩的话其实具体的道理和我们画一个立方体没有什么区别 重点的就是亮面明暗交界线,暗面反光 但是它的阴影可能就没有了,因为阴影是投在地面上的 然后同样我们这个近大远小,近时远虚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在云彩上面 所以整个云彩的形状呢,离我们越近的这一边,我们可以把它画得更复杂一点 然后离我们远的那边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线条来一笔带过 大部分情况下画云彩我们都会用湿画法 所以纸是湿的,然后我们再用其他的颜色在上面 然后这里的话画板要稍微翘起来一点 让这个水会因为水和颜色因为重力的作用自己往下流 然后铺完了底色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就可以 然后轻轻地把这个亮面的地方擦出来,站出来 但是不要擦得太圆滑 因为云彩的周围随机的小的曲线 剩下的过程就跟我们画素描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擦完了这个亮布之后 沿着你想要的明暗交界线的这个位置 加上第一层深的颜色 那我们这个云彩这里,那我们这个云彩这里稍微画得仔细一点 所以应该不止一层 那我们在上颜色的时候,这个颜色的 那我们在上颜色的时候就要注意 每一层颜色需要递加它的深度 不要一次把它画得过于深了 然后这里需要稍微注意一点的就是 云彩的明暗交界线可以有,但是需要比较弱 然后在整个亮布和背景其他的蓝天之间 可以稍微用深一点的颜色把它分开得更明显 那么再转到云彩的暗部,远处的云彩这里的话 就不要让它跟背景再分得这么明显 不然就像儿童画一样,整个一个白白的云彩后面是蓝天 下面这里应该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融合在一起 再细节一点的话 整个云彩上面的亮布这些小的弯曲的体积感 在它每一个体积感的右手边 刚好我这边选的光源是在左边 所以在它的暗部这里 也要稍微的用水轻轻的把它的这个边缘线做得虚一点 这样它的明暗变化就会更丰富 接下来我们画这种比较风比较大的这种天 那云彩就会被吹得像像扫把云一样 就像扫把扫过地一样 所以第一步也是一样 我们先用诗画法来铺天的基本蓝色 然后呢就像我刚才说的 用扫把来画画 所以第一步先把自己的笔刷变成扫把的形状 就比较粗 然后分的一根一根的 如果你们有那种扇形的笔刷 也可以直接用那种笔刷 慢慢的去把它的方向找准 然后扫掉一些这个颜色 粘掉一些颜色 如果大家要觉得不够的话 还可以再把刚才的这个手指拿出来 然后把这上面有一些虚掉的地方再擦出来 那笔刷和手指它们的区别是 一个做完了之后感觉是比较硬的这种线条 还有一个做完了是比较软的这种边缘 做完了这一步可能会觉得画面上有的地方云的质感 然后包括整体画面色彩的这个对比都不是很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细的笔刷 然后再轻轻的沾上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在上面再加一些细节 再轻轻的给它重新的渲染 最后我们再来画一种 就是整个的色彩会比较丰富 然后冷暖关系会比较强烈的这种 真正有细节的云 这次我们不用施画法 我们就直接这样一个一个的推着来画 所以我们先把它这个亮部的边缘线 和整个天空后面的颜色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之后 再顺着下面的这个亮部的厚度 我们留好 然后把明暗交界线 用群青和折石 大部分群青一点点折石 稍微调和一下它的冷暖关系 然后把这里也做出来 然后这里就是刚刚说的 它的明暗交界线会存在 但是在它明暗交界线 到亮部的这个区间里面 稍微用水给它融合一下 让它有一种比较自然的过渡 亮部这里也是 它的光源在左边左上 所以它每一个小小的细节的右边这里 也还可以跟背景 再稍微把边缘线做得虚一点 然后这里我想让它的整个的光的感觉更强烈一点 所以这边我就再加深了一层这个明暗交界线这里的深度 云彩的明暗交界线这里 再稍微洗得大一点 然后让它整体的厚度加强 然后再多一点这种水彩的这种质感 让它多一点变化 远处这里 就简单的给它另一个颜色 如果在大家在画日露啊 或者什么的时候 可以多用折石 橘红橘黄这样的颜色 但是这里面一定要有冷色的存在 就是一定要再往里面加一些少量的 比如说群青啊 或者是天蓝啊这样的 好了 这一期的教学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以后胆子都大一点 然后画风景画的时候 至少不会再认为云彩是特别特别难画 不敢下手的 另外我还在准备两个视频 一个是美国艺术大学申请的整个的流程 然后作品集怎么准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现在开始也要学习手绘版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评论转发 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见